第三千两百九十九章王腾回归 想到这些 道无恒就觉得哪怕他们待在北梁国也不是多靠谱的事情 只怕着暗喻的天要变了 维持多年的和平 终将会被打破 重新整合 形成一个新的秩序 恩年见大家的斗志低迷 连忙安抚道 先不说这些了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守住边城 这个坎西跟萧城是有经验的 相信能看守住一段时间 林峰他们倒是没有怀疑什么 很是相信恩年他们 但是道无恒冷峻着脸 听到这些话 内心没有丝毫的波澜 转头对着林峰他们说道 你们先去城墙上守着 说不定公子会出现在其中 林峰带着疑惑的眼神看着道无恒 之前不还说王腾不会出现在那边吗 怎么现在又改口了呢 李马起身 拉着林峰他们就告辞 一伙人退出屋子之后 林峰疑惑道 李马 你不要拽我了 为什么无恒兄要我们去城门看看啊 我们不是已经得出结论公子 暂时不会出现在那里吗 李马一脸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看着林峰 你是不是傻 无恒兄都暗示地这么明显了 接下来的话不宜让我们知道他们肯定有什么大事在商量 李说你平时挺机灵的怎么刚才跟个木头一样 李马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林峰 林峰吐了吐舌头 有些不好意思那不是好久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吗 再说了我和李执意很正常嘛 算了算了 我们先去城门口守着 万一公子真的出现在那边了呢 于是 林峰拉着李马他们朝着城门赶去 至于道无恒会跟恩年他们说什么 他们也插不上话 等命令就好了 等吵闹声消散之后 恩年拖着胡须 笑眯眯地看着道无恒 不知道 无恒还有什么疑虑 一旁的凯西倒是安静了许多 并未参与这些话题 道无恒犀利地看着恩年 毫不客气道 恩年长老 事情恐怕没有你们之前描述的那般容易 我只想知道 皇室真的会增援吗 并且周边的国家真的能偏安抑郁吗 恩年神色僵硬了一下 随后叹了一口气 果然 什么都瞒不过聪明人 尤其是敏锐的聪明人 恩年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你既然想到了这些 想必也知道背后牵扯的东西太过于复杂 增援是会有的 校长已经在回来的途中了 至于其他国家 只要脑子没有问题的 应该都知道怎么选 清廉先尊的野心很大 他不但要整个北梁国 他还想统治整个暗郁 这件事情就不是北梁国的事情了 是整个暗郁的事情 不过也说不准 南边已经有些那耐不住了 他想参与其中 分一杯羹也是正常的 不过其他两个国家还是稳定了 吴恒小兄弟请放心 恩年将道吴恒所有的顾虑都解释了一遍 道吴恒也不再质疑什么 得到了自己想了解的之后 道吴恒便起身告辞 眨眼便消失在两人的眼前 坎西轻衡一声 还是跟王腾打交道比较轻松 这道吴恒想得太多了 也不爱讲话 若不是他主动问 我们都不清楚他内心在想什么 若不是王腾 只怕此人也不会参与我们这些事情中来 坎西说着说着 就想到了王腾 深深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王腾那个臭小子在干嘛 这么长时间过去 也不知道给葛姓 恩年苦笑一声 他们能来这里 说难听点 也是因为我们 但也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啊 坎西整个僵了一下 也没有了往日的焦躁 没办法 我们也很为难 王腾太过于聪明了 我们迈出一步 他都能洞察到我们的目的 不过王腾这小子也不错 仗义 哪怕之前因为陛下的事情不愉快 他也不计前嫌 他且正被众人讨论的对象 王腾不由得打了喷嚏 别别嘴 谁在念叨我 说完 便睁开眼睛 打坐结束 他能感受到身体内源源不断的灵力 很是充沛 他轻忽一口气 体内的毒素也被压制住了 在这段时间打坐的时候 他尝试再毒发的是将压制住了毒素 一件心头大事战时的以解决 他有种预感 过不了多长时间 他便能顿悟 修为更近一层 到时候对上清廉先尊完全不像如今这般被动了 他估摸了一下时间 距离他假死已经过去一个来月了 也不知道外面会发生什么变化 想到这里 王腾便开始期待了起来 不知道暗喻有没有乱成一团 都进行到了哪一步 王腾决定出关 去外面看看 不过他不打算现身 而是让王腾的身份继续假死 他则换成另外一种身份靠近北梁国 如今的他要小心行事 毕竟二殿下见过他 他也重伤了二殿下 加上九头龟凶兽这一显著特征 他可不想在自己羽翼还未丰满的时候 就被那些人联手攻击 王腾想清楚所有的利益关系之后 拍了拍沉睡中的九头龟 严肃说道 这段时间你不能曝露 若是有什么事情 传信告诉我即可 九头龟一脸蒙逼地 看着王腾这么严肃的样子 他还没有清醒过来 知道了 知道了 不要打扰我了 说完 继续睡了回去 王腾也不再折腾九头龟 便隐移自己的痕迹 离开了轮回真戒 去看看外面的战况如何了 没有了他打头阵 不知道清廉先尊会让他们如何选择 王腾回到边城 一时间有些不适应眼前的亮光 等眼睛适应一段时间之后 王腾便睁开了眼睛 看着周边的情况 入目则是一片狼藉 他如今站在城墙与组织之间的上空 他能看到下方凶兽数量已经极少了 周边的树木倒塌着 堆积如山的尸体堆令人有些不适 王腾没有想到进展如此之快 凶兽都快清掉了 若是凶兽完全清理殆尽之后 就是这个组织正是跟暗玉为敌 想到这些 王腾只觉得未来暗玉 不知道要陷入混战多长时间 第三千三百章回程 王腾决定先去那组织溜搭一圈 看看这些人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当王腾靠近的时候 正好遇到八长老在拉着他们讲事情 王腾挑了挑眉 瞬间来了兴趣 偷溜着来到了八长老他们的身后 想看看这些人究竟有什么主意 八长老 召集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对啊 难道是打算攻城了吗 我早就看那些人不爽了 你是不知道啊 那些人看到我们在城外驻扎之后 可静地在那里嘲笑我们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就是就是 早就看他们不爽了 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的 吵吵嚷嚷着 八长老眼神冷峻地 看着这些挑事的人 都先安静一下 于是吵闹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围坐在八长老的四周 看着八长老 等待下一步的指令 八长老扫视着众人 将他们眼里的情绪都尽收眼底 八长老干咳了一声 正色道 刚接收到尊上的命令 命我们先元帝待命 看看城内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而且南晚国也要来支持我们 等他们的人到了 再一起攻打 听明白了吗 说完 八长老立声呵斥着众人 一脸严肃地看着众人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些人的那些小心思 若不是尊上约束着 不知道这些人都胆大包天 成什么样子 当然 他也不指望这些人能完全听 他的话 只是希望 在这个关键节点 不要出什么大乱词 B 八长老 南晚国的人可信吗 我们之前可是防着他们的 还派人去守着南边的 是啊八长老 万一他们在我们认真的时候 对我们下手怎么办 到时候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的担忧都是有依据可言的 南边的动静都还是那群人给弄出来的 八长老拍了拍手 示意大家安静 我明白大家的担忧 尊上说了 他已经跟南晚国的国君达成了一致 若是南晚国真的在中途动手 那么我们也不会客气的 明白吗 众人得到保证之后 也不再说什么 八长老见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接着询问到 城里有传出王腾的什么消息吗 王腾有些意外 他以为自己当时的举动 已经足够让这些人相信自己去世了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还保持着怀疑 王腾不由得松一口气 幸好他当时选择先来这里 不然还听不到这些言论 看来城里的卧底还挺深的 他了解恩年他们 组织的人被凶兽拦住路径之后 肯定会趁此机会抓背叛者 相信城内的大部分反叛者都被抓了起来 若是到现在还没有被抓 只能说明两种情况 第一种便是此人很小心 在众人都死路一条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跳出来 而是谨慎地直伏着 等待时机 另外一种便是此人地位很高 恩年他们都没有丝毫怀疑 若是前者还好 迟早有一天会曝露的 但若是后者事情就会增加难度 便是大家都猜不到 隐藏不能用身来形容了 说不定会给人来个重创 比如之前南晚国的三殿下 背叛了其他三个国家 带来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王腾压制住迫切想知道是谁的心 耐着兴致听下去 不过八长老他们也是谨慎 硬是没有说出那人是谁 王腾一直听到他们散开之后 又观察了一段时间 直到天黑才离开这里 一路静止朝着城门而去 期间没有惊动任何人 王腾内心又有了新的顿悟 敲无声席来到城中后 王腾并没有主动现身 他目前不打算出现众人眼前 毕竟他现在的目标太大了 若是王腾出现了 清廉先尊说不定会来动手 到时候北梁国陛下 说不定也会召见王腾 那二殿下的伤应该还没有好 说不定王腾倒霉就被他发现了呢 一想到这里 王腾更加加深了 绝对不能曝露的心 王腾绕着城墙上的 林峰等人转了一圈 这几人正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 王腾有些失笑 取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还有些陌生呢 王腾想了一下 就在他们的旁边坐了下来 假装陪着他们 只听林峰一脸郁闷说道 李麻 你说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那些人动也不动是为什么 他们都差林门一脚了 若是动手了 我们也好知道公子的消息不是 李麻却是一脸麻木 嘴里重复着 不知道 不清楚 王腾没有忍住 笑了出声 一看就是李麻被林峰逼着 不知道问了多少次了 什么声音 林峰一脸警惕地看着四周 李麻他们却是习以为常 没有声音 是你唤听了吧 今天能回去了吗 我们都在这里站了一天了 若是公子有消息 肯定会来找我们的 我们这么干等着 没有任何意义 是啊 林峰 咱们就先回去吧 一群人劝着林峰 林峰疑惑地转头看了看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并跟着他们一起离开了城墙 王腾捂着嘴 没有想到 林峰居然这么敏锐 差点发现他的存在 王腾一路跟着他们 来到城内深处一处府邸 这里的府邸外墙虽然有些破败 但是里面还是挺干净的 没有遇到多大的破坏 这还是王腾从围城以来 第一次来到城中 里面虽然没有了凶兽 但是仍然有凶兽压他的房屋跟路面 可见当时的情况之惨烈 不过幸好 一切都来得及 萧城他们还是守住了城池 不让敌人的计谋得场 王腾边想着 边踏入了房门 结果里外都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道无痕 有些奇怪 道无痕去哪里了 林峰依然习以为常的表情 看来道无痕跟他们分开行动许久了 林峰他们回到自己的房子里打坐修炼 没有要跟同伴继续攀谈的迹象 王腾便不再打扰 找到了一处残留着道无痕气息的房间 喝着茶 耐心等待着道无痕归来 准备跟他交代一些事情 结果 等到深夜都不见道无痕的身影 第三千三百零一章相见 王腾有些奇怪 道无痕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扔下林峰 他们这么长时间的 能出去这么长时间 还安心的 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 道无痕兴许去找恩年他们去了 恩年他们说不定让道无痕帮忙做了些东西 王腾继续等了一会儿 天色越深 正当王腾准备出去找找的时候 一道凌厉的迅风擦过王腾的脸颊 王腾快速反应过来进行躲避 王腾躲过之后 连忙起身 一脸赞赏地看着门口站立的人 此时的王腾虽然没有完全隐秘自己的身影 但是想要发现王腾 也是有些困难的 谁 道无痕立声呵斥着 眼里很是警惕 他探寻着似有似无的气息 心里已经联想好了所有的后果 能做到这么悄无声息 来者不善啊 一想到这些 道无痕眼神越发凌厉了 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虽然不知道房间内的人的目的是什么 道无痕都做好了将其引出房间 暴露在大众眼前 王腾抱着胳膊 挑着眉 嘴角含笑 想看看道无痕下一步的动作 突然 王腾觉得自己处在的空间范围有了变化 便知道 道无痕不打算跟自己在里面打斗 想直接将王腾封锁在其中 王腾眼里满是战役 有些跃跃欲试 他已经许久没有跟道无痕鄙比试过了 还不清楚此刻的道无痕到了什么地步 于是 王腾大手一挥 道无痕只觉得眼前一按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着房间中的漩涡飞去 道无痕按道不好 连忙稳住自己的身子 被迫卷入一个地方 等道无痕站定之后 瞪大眼睛 还不带道无痕出声 就传来了熟悉的惊喜声 无痕 你也来了 九头龟只见眼前突然多了一个人 还以为是王腾回来了 定睛一看 居然是许久不见的道无痕 九头龟便绕着道无痕来回走 他天天对着王腾 他也腻了 甚是想念林峰那几个臭小子 也只有在他们面前 九头龟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前辈 而不是一根草 尤其是在王腾面前 他感觉自己连草都不是 想到这些 九头龟就有些想咬王腾 道无痕看着熟悉的地方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连忙回头 看着现身的王腾 很是激动 公子 你没事吧 道无痕关切地看着王腾 王腾笑着抬手捶了一下道无痕的肩膀 我无事 你小子可以啊 居然能发现我的存在 道无痕被王腾夸奖地有些不好意思 想来也是公子故意泄露的 不然我真的发现不了 若不是进门发现桌上的茶水被动过 我也不会有怀疑 也就不会发现空气中的波动 王腾摆摆手 这些都是你的本事 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两人省了寒暄的时间 直接开始交换手里的信息 在一旁被忽视的酒头盔 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 坐在他们旁边 听着他们描述着外面的变化 很是惊讶 外面的变化巨大 道无痕不停消化着信息 他着实没有想到 暗喻下面居然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北梁国陛下完全不是在他们面前表现的那么和善 果然不能盲目地相信一个人 道无痕之前奇怪 王腾都安全回来了 为何不去找恩年长老他们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暗喻的秘密 王腾不敢去冒险 若是让恩年他们知晓了真相 王腾不能保证他们还能无条件站在他们这边 他们本身就是矛盾的 毕竟北梁国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地方 与王腾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 道无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看着王腾 公子 接下来你打算如何 从王腾的描述中 他们已经陷入了两难的选择 一边是清廉先尊 若是让清廉先尊他们知晓王腾还活着 只怕不会放过王腾 另外一边则是暗喻正统 几位国君都不是擅长 若是让二殿下指认出了王腾 只怕事情会更加复杂 若是想要存活下去 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不破不立 道无痕大概明白王腾接下来准备做的事情 眼睛一亮 有些激动说道 公子 你是打算撕开空间 回到仙界 但是这撕裂空间不是很稳定 万一到时候我们没有回到仙界 反而去往了另外一处陌生的地方 该是如何 道无痕担心的不无道理 毕竟他们当初也是误入了这里 其随机性 可见这里也不是很稳定 王腾倒是没有多大担忧 自信道 哪怕去往另外一处陌生的空间又如何 咱们来暗喻都是从零开始 更何况 咱现在的修为怕甚 想到这些 王腾反而有些激动了起来 没错 在清廉仙尊手底下憋屈了太久 王腾此刻反而燃起了战役 虽然战时打不败清廉仙尊 但是总有一天 王腾会超越清廉仙尊 道无痕消化完所有事情之后 便来到了王腾跟九头龟搜刮的宝堆面前 被眼前的宝物直接给震惊到 不愧是集齐了整个暗喻的宝物 珍惜的 宝贵的应有尽有 九头龟站在一旁 很是骄傲 终于到了他的主场 他干咳了一声 吸引着两人的注意 咳咳 他们寻着声音看去 就见九头龟傲娇地仰着头 开始朝着这两个不适去的家伙 介绍他进行挑选的宝藏 听了一段时间之后 王腾发觉时候不早了 便带着道无痕一个闪身 回到了屋子里 窗外天渐渐亮了 王腾给道无痕塞了许多修炼金石 准备离开的时候 道无痕喊住了王腾 王腾有些疑惑看着道无痕 想知道道无痕喊住自己是做什么 到时候怎么联系公子 公子还会回北梁国吗 道无痕深知 王腾要做的事情 只怕没有那么容易 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 此番行动 若是想见到王腾 只能等王腾主动来找他们 王腾笑了笑 放心吧 如今的我已经无惧任何人 若是有事情 我会来找你的 说完 王腾便消失在了眼前 道无痕叹了口气 低垂着眸 眼里晦涩难辨 第3302章被发现 王腾离开道无痕他们之后 并没有立即离开这座城市 反而趁着成婚 在整座城市之间来回游走 小点声 不要命了 正在王腾熟悉路线的时候 不远处的有黑的巷子里传来了极其轻微的声音 王腾扭头看去 发现了一处薄弱的结界 这结界在王腾的眼里就好似没有一样 结界里面的人估计以为他们有结界拦着 不会被人发现 只是不巧 恰好跟王腾撞上了 王腾腾空 来到上空 借着月光 朝着下方看去 只见下面的巷子里 有两个贼头鼠脸的人 正东张西望着 看到这里 王腾内心有些失望 一看这俩就知道不是藏得很深的卧底 若是隐藏得很深的卧底 断不会做出这么冒险的事情 不过王腾也没有离开 虽然没有抓到想抓的人 但是抓住一些小尾巴也能少一些事情 下面的人丝毫不知道他们的整个动作都暴露在了别人的眼里 他们还在沾沾自喜着 这个时间点来碰头 知道知道 现在又没有人 我们还设置了结界 这个点 大家都在睡梦中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 其中一个人丝毫不在意 他认为他们的结界很是顽固 丝毫不用担心被人发现的问题 另外一个人却不这么觉得 现在正是整座城市最团结的人 他们当中都死了多少人 若是再不小心一点 他们也要伸手一处了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有说什么吗 胆大的人开始迫不及待交代彼此之间的情报 谨慎的那人对着他摇了摇头 探惜到 之前陆续有人被抓 现在大家的嘴峰很严 并且他们确实不知道多少情报 我们在这里待下去还有意义吗 说不定哪天就被抓了 我感觉我也快了 胆大的人听完这话 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恨铁不成钢道 你知道什么 这是胜利的曙光 当初我传递出去的情报很有价值 替组织挽回了多少损失 长老都给了我许多宝物奖励 这些都是你我一辈子靠自己兜得不到的 你明白吗 越是危险的事情 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而且 据我所知 我们顶上还有人 谨慎的人好似被说动了一样 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道 真的吗 我以为这里只剩下你我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长老那边有什么吩咐吗 谨慎的人迫不及待地询问着胆大的人 胆大的人抱着胳膊 仰着头 得意地想说什么 突然眼神一顿 瞳孔萎缩 另外一个人寻着视线望过去 整个人站抖了一下 不知道何时起 他们的上空敲无声席地多了一个人 逆着月光 浑身透着冷冽的气息 令人内心声寒 两人一时间不知道来者是什么分身 偷听到了他们多少事情 都呆呆在原地 不敢动弹 眼睛直勾勾看着空中的黑衣人 其中一人透过月光 眼尖地发现空中的那人一脚是熟悉的纹路 便大着胆子询问 请问是长老吗 语气中带着试探根细微的欣喜 王唐反倒愣了一下 他没有隐秘自己的行踪 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巧被抬头的人给发现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衫 他身上还穿着那组织特定的长老服饰 王唐眼里金光一闪 露出玩味的笑容 低沉着声音呵斥道 废物 这么明显 若不是我恰好路过此地 你们早就人头落地了 王唐说完 下面的人连忙跪趴在地上 表示自己的尊敬 两人急得额头开始冒汗 他们解释道 长老 我们 我们知错 差点坏了长老的大事 他们边说边磕头 内心一点怨言都没有 王唐唯唯猝眉 他们都这么卑微了 也命如草劫一般 为何还甘愿这么卖命 王唐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想知道他们还有什么表现 两人慌张地认错着 神经紧绷着 生怕惹到了空中长老的情绪 一时间 周围寂静一片 双方都没有开口讲话 将下面的两人给吓得够呛 以为自己惹到了王唐不高兴 他们只觉得自己小命不保 王唐见着两人在瑟瑟发抖中 顿感没趣 爸 下次注意便是 说吧 你们接下来准备如何 下面的两人听到这话 如同听到了天籁之声 连忙起身 公顺地低着头 谄媚一笑 长老想来是心血来潮 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虽然现在风生井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 打探到的消息也就越真 其中一人为了邀功 将他们之前的计划 娓娓道来 王唐越听内心越觉得震撼 没有想到 这两个还不到 真黄境界出奇的人 居然心思如此敏捷 并且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说不定真的有用 想到这里 王唐内心一片哗然 看来这组织选人 也不是随便选择的人 不过可惜了 他们内心的这些想法 终究是实现不了的 王唐装作在思考 继续询问道 我来这里是为了办一件事情 事关组织成败的事情 你们可是最高层的人是谁 王唐一直注意着 下面两人的神态 只见谨慎的人 一脸迷茫 而大胆的人眼里确实有欲 看到这里 王唐便知道自己赌对了 这些卧底之间虽然互不认识 也互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是有的人 确实很多小心思的 在不经意之间 就反向知道他想知道的东西 胆大的人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谨慎询问道 长老 请不要责怪我 事关组织的大事 我也不敢瞎说 不知道长老姓是名谁 排行第几 王唐有些意外 这人问的问题都是先能 验明身份的事情 反倒谨慎了起来 王唐随手撵了七长老的身份 搪塞了他们 询问的人一听是七长老 态度越发恭敬 王唐猜得没错 这人知道组织内部许多隐秘的事情 想来这人打探消息的能力不错 那人便不再有所顾忌 眉飞色舞讲着自己打探道的事情 越听 王唐内心越发震惊